今天公布這個航天的白皮書 因為它非常明確的公布了 整個完整 明年2017 後年2018 2020、2021 要完成什麼任務 那這個計畫是蠻快蠻凶的 這個舉全國之力 不管是登陸月球 探測火星 開始準備來探測木星 事實上大陸也為了這個做一個準備 才在這幾年 剛剛在海南島 成立了一個新的海南的 文昌衛星發射廠 而且過去我們對於大陸 這個發射衛星 感覺是高度的軍事機密 不能看 看到要抓頭的 砍頭的 可是事實上 我們看到海南文昌衛星發射廠 也開始發展觀光 就是在這個火箭發射的期間 為什麼叫期間 因為火箭哪天發射 火箭哪天發射 就是要看天氣 看各種的條件 所以有個期間 事實上這個文昌的衛星發射廠 附近已經蓋滿了五星級飯店 現在大陸很瘋 去海南島 看衛星發射 這個美國的 佛羅里亞洲的發射衛星 其實非常非常像 所以它其實很多眼 因為我們知道太空產業 不是單純去月球 搬一塊石頭回來 事實上這個太空計畫的發展 會衍生出非常多的產業 像剛剛大K提到了 一塊錢的投資 在一段時間會有九塊錢的各項回報 因為很多東西離開了地球表面 壓力 溫度 什麼都不一樣 您的觀察 好 上次我們來跟大家說 就是原本是說發動機 是所謂的工業頂級的技術 如果太空的話是更頂級的技術 這一次這個白皮書我們觀察到 其實是整個太空領域主導權的一個爭奪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如果大家記得前幾年 不是有部電影叫全民公敵嗎 威爾史密斯 然後他是不是被美國監控 就直接從高空 從衛星直接監控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 可以監控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用武器的方式 來做一個對付 所以這裡的話其實 是一個更遠大的一個計畫存在 不管是中國跟美國的博弈 那這裡其實是一個 我們認為大陸現在要做的 第一個叫做去美國化 因為剛剛大概提到的GPS 還有像之前的衛星通訊 其實在汶川大地震的時候 大陸也是跟美國用衛星 所以之後才自己發射衛星 這個部分其實在衛星 可是時間很快 就這幾年下就起來了 對 大概這五到六年的時間之內 而且官方有注意到 像我們現在的手機在定位的時候 通常只有GPS開啟 可是假如你買的是大陸的手機 它是有四種選項的 不是只有GPS 你可以選擇歐洲的 可以選擇俄羅斯的 也可以選擇中國的北斗系統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全球地位 有四種地位 這種地位很棒 你知道嗎 就是老婆找不到你的時候說 沒有 因為我開的是GPS 我就跟你講大陸的 北斗衛星比較好 所以你找不到我 可以怪給GPS 那也反過來講 我今天是用大陸 北斗衛星定位 所以你找不到我 那是用GPS 所以市長現在有四種定位方式 假如你買大陸手機 他會先選 看你要選哪一種全球定位方式 這是很特別的 對 其實這就是去美國化的 一個博弈的過程 對 那其實因為怕兩個有戰爭 或是之類的敵對狀況很深 但這個過程之中我們觀察到 其實不只是整個太空的 產業的推進 其實對於整個基礎材料 也會有一些影響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整個太空產業 其實要運用到 非常大量的鈦合金 那這個是美國所謂的 黑鳥偵察機 它有三倍音速 叫做SR-71 那這部分它其實有93個人 它是飛在非常高空的領域 就建議太空那個領域 93%是用到鈦合金 是 那美國的話 其實像火箭還是它的衛星 其實非常多都是已經用到鈦合金 所以鈦合金我們認為說 它是未來一個比較重要的技術 那怎麼這麼說 因為鈦合金其實用量很廣泛 那不管是在於 像是在航空 太空領域 或者是化學等等 鈦的由來其實是這樣 為什麼叫鈦 因為鈦是希臘神話裡面 大力神Titan的這個名稱 然後把它用到鈦上面 對 那所以其實你看 鈦裡面它會用在哪裡 用在火箭 用在人造衛星 用在導彈上 所以說其實整個先進的科技上 其實用鈦合金的領域非常高 那鈦合金的優點在哪裡 其實我們要跟大家 簡單的解釋一下 鈦合金其實優點在於 它的這個所謂的比強度高 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釋 然後跟耐高溫 如果大家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這個比強度 比強度是什麼 就是強度除以密度 就是有些強度很強 可是它比較鬆散 這個比強度它有980 可以跟這個鎂 鋁 鎂來比的話 比剛剛是多了13倍 14倍 然後你看它的熔點 跟它的廢點3000多 不要忘記在高空的過程之中 穿越的時候都是非常高溫 所以這個太空 要用在太空的 或者是用在高空領域中的 特殊材料 本身就要有這個燃點跟廢點 都要能夠抗這個高溫 然後要強度夠 所以這個部分 鈦就變成被拿來用在 航空的產業之中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發現 說泰很好 那中國大陸怎麼樣發展 泰的邏輯在這裡 大陸的泰核金 現在目前是用在所謂的 中端跟低端 如果來看的話你會發現 做眼鏡 類似這樣子 它的需求跟 主要泰的需求量 你會發現工業佔多少 75% 非常高 這麼重要的金屬 為什麼都用在工業 如果說航天航泰 目前只有用11% 你會發現 泰的產業也沒有辦法先 這造成一個現象就是 大陸的泰的產業 都發生在中階 它沒有辦法往高階移動的話 以後的發動機 以後的飛機 以後的軍事飛機 以後的太空船 衛星 都沒有辦法用到 大量自己的泰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要這樣講 航天11% 工業75% 我們來比照看就出來了 紅色是全球 全球泰的消費量 一年大概14萬噸附近 然後你會發現 全球的話用在航天航泰領域 有8.3 超過一半 全球的話大概有14.8 然後用在泰的話 只有8.3 很高對不對 但大陸你看 大陸有4.4的消費量 但是用在航天航泰多少 0.5 這是非常低 只有大概12% 15%以內 所以你會發現 整個原來的整個泰的工業 興起的過程 大陸卻沒有把它用在航天航泰上 所以整個工業的發展 就在這邊落後了 所以他們開始要往 這個泰合金的部分 做一個加強 那我們跟大家預告 所以這個部分你會看到 他會用太空來帶領 整個大陸的泰合金產業 往上發展 怎麼說 因為過去曾經有三次泰的產業 往上這個崛起 這產業趨勢圖 其中最後一次在2004年的時候 那時候空中巴士的A380 跟波音787推出來 第一次整個泰合金的用量 跑到10%以上 然後帶動整個泰合金的工業 跟所謂的航天工業 等於是從太空空業 然後他出現了一個技術外溢的效果 技術前進之後 他就是技術外溢 就是說因為當你培養大量的產能 願意可能為了發展太空計畫 所以建立很多泰合金的產能 那訓練很多泰合金的人才 訓練了很多泰合金應用的人才 只有產生一個技術外溢的效果 這個材料剛開始是個機密材料 可是隨著時間的突破跟技術突破 這泰合金就到了民間產業使用 所以過去只有軍事的武器 可以用泰合金 現在包括民用的航空器 也應用到這個材料 對 這是為了未來五年做準備 所以說泰合金的產業興起之後 民用的跟工業用的跟軍事用 都能夠有享受到效果 所以這一次的話 我們認為說 整個太空的誕生 往上發展之後 剛剛提到的衛星火箭 或是運輸裝置 這些對於整個 泰合金的用量增加之後 其實整個產業會拉起來 然後我們剛剛提到的 各項的應用 航天航太 化工等等 這些應用就會跟上來 我們不能想像20年前 你看眼鏡都是鐵框 鋼框 鋁框 後來慢慢開始 大家眼鏡開始用太合金 太合金從本來好貴好貴 到現在變成 然後眼鏡不是太合金 就是技術外移效果 因為一個太空產業的發展 它不僅是一個數學能力 不僅是一個物理能力 不僅是一個太空研究的能力 更重要是很多產業相關的發展 不管是壓力 包括微生物的實驗跟研究 人類離開地球生活生命的改變 甚至我們看到材料的工程 像剛剛這個 唐克恩提出的像太合金 舉一個例 甚至燃料的組合 也是一個偉大工程 觀眾朋友 全世界先用氫燃料什麼 就是火箭 現在氫燃料 已經要變成我們正常一般的 燃料電池車了 所以太空產業的發展 一旦成功 它會產生非常大人才技術 跟產能外溢 就是滿出來溢出來的外溢效果 所以中國在今天公佈的 2016年中國的航太白皮書 到底會對於全球的科技的領導地位 還有對世界掌控的地位 跟我們講軍事 跟民間商業地位 才有什麼影響 我們可以持續來做個觀察 這次人也有幾個問題 我們在跟新型地安排 的是相當分的 我們相信 它們應該不斷地 可以持續來嗎 我們首先